陶科 環科跟大潭 大概買土地的都賺到錢 這邊你看 全部都是限制用地 炒地嘛 那後來炒一炒就被炒公用地 這左邊就陶科一區 已經開發完成了工業系 全部都是限制土地都沒有在開發 大概你看 我們記得陶科那個案子是 從那時候賣的價格到現在 現在七年 七年大概漲一倍了 那個廣告又 常常被騎著 被不傷害 確實有幾個廠商 反正它現在不急 反正土地擺著 我將來有機會用 你不要等我要買地的時候 我就沒有 我當然要把它囤起來 所以它叫做儲備 儲備用地 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它在海邊 那我們當初也擔心 我們鋼絲嘛 會不會比較受這個 這個緣分的影響 當然工業區沒了 那之後就找不到地嘛 所以我們後來就被迫 就去越南嘛 我們在土地規劃上面 工業的這些思維上面 都沒有做長遠的規劃 都只想到 有一片地我就去填海造路 沒有想到後來陸續發生這麼多問題 以往我們的土地證收呢 是用 把公告性質再加成 地方政府就利用這個價場 它就可以賺取一大 所謂的地方財政的環境 土地的規劃跟管制 跟土地的價格 其實是息息相關 誰掌握這個規劃跟管制的權利 誰就可以創造出很多的財富 就是大家也不想要看 再 REJ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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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